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肝脏发生癌变之后呢 肝细胞就会受到癌症影响 导致了肝功能下降 同时肿瘤呢 也可能压迫到或者侵犯到肝内胆管 导致肝脏无法正常代谢胆红素 胆汁无法顺利的排出 继而诱发黄胆的临床表现 那第二个表现就是面色发黑 健康人的面色呢 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状态 但是肝硬化或者是肝癌的患者却大不相同 因为肝癌会破坏肝脏功能 导致肝脏无法正常平衡体内的内分泌系统 大量的络氨酸在络氨酸酶的作用下生成黑色素 而由肾上线和卵巢分泌出的此激素 又会刺激黑色素在患者的面部沉积 进而出现像面部暗淡没有光泽 面色发灰 有黑眼圈等等这些症状和表现 那第三呢就是蜘蛛痣 所谓的蜘蛛痣呢 其实是因为自身体表毛续血管异常的扩张而形成的症状 在患者的四肢 面部 躯肝这些部位都可以出现以红色斑点或者斑点为中心的痣 它的周围呢 还有一些大量的纤维血管辐射 看起来就像蜘蛛一样 那之所以肝癌患者会合并蜘蛛痣呢 是因为肝脏灭活此激素器官 而在肝功能下降之后呢 由肾上腺 卵巢 这些器官分泌出的此激素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代谢 那大量的此激素在身体内不断的积累 刺激患者体表毛续血管异常扩张 最终呢 就会形成蜘蛛痣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想要养肝护肝 不妨多喝一杯养肝茶 每天喝一到两杯养肝血 疏肝瘀肝肝毒少了 肝脏就会越来越轻松 这样平时呢 也会少生病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